歡迎收看新電玩快打 是的 這個4月份又來到了 我覺得4月份實在是非常難熬的一個月 大家知道嗎 你怎麼會難熬 因為你現在喉嚨沙啞是不是 對 這不是主要原因好不好 那是什麼 主要是因為你知道 4月份大作一款一款的出來 所以我現在我整個皮包呈現一種 就是很乾扁的狀態 皮包乾扁不代表銀行會乾扁 不是 不是 主要是因為你常常電視上面 說我買8000塊錢就算什麼事情 那這是事實啊 然後我媽媽呢 就把我的財產 基本上做了一點簡單的凍結 所以我這款拿不出來 OK 那真的 I'm so sorry 囉 但你也知道 你旁邊現在就站著一個 精明能幹 飽讀詩書 溫文儒雅 然後話說就是 出得了廳堂 進得了廚房 這麼聰明智慧的女神 就在這邊 我可以幫你解圍 這個稱號是哪一個詐騙集團送妳的 你可以重新再講一次會講一樣嗎 我不想跟你說啦 不要生氣啦 怎麼了嘛 跟我講嘛好不好 姐姐心裡不舒暢 所以我不想說 看你怎麼求我 好 我求妳 這麼容易啊 幫我舒暢一下 好吧 那我不得不說 當然就是加入會員這件事囉 一般來說 買遊戲加入會員 大概打個六折九折 這個對我這種月光組 沒有什麼幫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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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XBOX LIVE的金會員 金會員 我有加入 我有加入 怎麼了 這人就有所不知啦 因為呢 XBOX LIVE為了慶祝金會員 專屬好康 Genth with God 總遊戲下載量呢 已經突破一億大關 所以呢 四月加碼大放送 一共呢推出六款遊戲 是哪六款遊戲咧 而且還可以免費下載喔 唉唷 像是有撞球世界FX 還有光明之子 戰爭機器審判 泰拉瑞亞 還有無間特工非法射入 跟刺客教條四黑棋 裡面很多款大作耶 聽起來非常值得喔 嗯哼 現在呢 差不多還有五天的時間 好在呢 我四月的時候 有省下不少的小朋友 王樂妍 我們搭檔這麼久 重視影居然這麼晚才告訴我 場面你就Hold一下 我先回家去下場遊戲囉 掰 唉 且慢 那你如果走的話 那等一下你的通告費 我就幫你領啦喔 喔 想一想 走啊 掰 我要再回來主持完好了 看看本週的新遊戲介紹 限時館 歡迎回到新電玩快打 新電玩快打 在這邊呢 我要來表揚一位 林育昕同學 她做了什麼事情值得 妳特別提出來表揚她呢 喔 哇喔 你知道 她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面留言說 樂妍姐姐好漂亮 納豆哥哥只是旁邊的配角 林育昕同學 我真的非常希望妳有空 可以來我們先來看一下露營 妳就知道 露營是誰 露營啦 露營喔 妳就知道王樂妍她在這個 休息室是有多麼的漂亮喔 是喔 反正妳的美夢破裂喔 我們平常都在旁邊看書 然後玩一下 等一下介紹的手遊 就特別的安靜 希望妳可以來現場 記得戴耳塞 耳膜會破掉喔 我們哈絲工作人員 人家誇獎我 妳這邊酸溜溜什麼 拜託 人家林育昕同學有說 我愛妳們喔 是妳們好不好 林育昕同學 我們也很愛妳喔 好敷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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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育昕同學 我真的建議妳來現場 好不好 誠摯邀請妳來現場 妳看一下我們樂園姐姐 是有多麼的漂亮 是啊 妳看一下我們的神魔過關影片 等妳來喔 妳看她是個瘋子嗎 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又要來打我們的神魔之塔的關卡了 那要打一樣是我們的雙周任務 而且是巴比倫系列的綻放的花 就是我們的這個超級的關卡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從影片看到 我配對的血量是在一萬七 對一定要這個 也不是一定要 是這個血量會比較好打 為什麼 待會就知道了 好那這邊首先小怪的部分 有看過影片的人都知道其實小怪的話 其實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你想洗技能就洗技能 你不想洗技能 你也可以很豪氣的一波把它帶走 都OK 都是OK的 那這邊的話稍微講解一下 因為第三關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的巴比倫系列的關卡 第三關 第六關 第九關都是小王 那我們這次第三關的小王 是我們的三屬盾 而且是CD3 然後至於一開始說的 一萬七的那個低標血量 那是因為第三關 他打是打一萬六千多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血量有超過一萬七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有壓力 因為他打你之後 他也不是CD1 他是CD3 所以打你之後 你有三回合把血量補回來 其實算是綽綽有餘 而且是非常OK的 但是如果對於血量沒有一萬六的玩家來說 在這一關其實非常的頭痛 因為你如果一波沒有帶走 一波沒有帶走 一波沒有轉到三屬盾 基本上你這關就是會死掉 對 而且一定要轉到三個屬性 所謂的三屬就是簡稱的水火木三個屬性 你沒有轉到的話 是無法對他造成任何的攻擊的 更不要說我玩的這一隊是暗隊 所以變成說他要轉珠 是要轉水火木暗 四個屬性都要轉到 才能給他做擊殺的動作 好可以看到其實他的血量大概是我們的六十幾萬 不多不少 但是你記得不要卡珠就好了 好然後再來來到了第六關的部分 第六關的話是我們的一燈 而且是兩秒轉珠 那兩秒轉珠的一的話 這邊玩家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你開技能一波給他帶走 就清潔溜溜 另一種是如果你對於你的轉珠技術很有信心的話 這邊可以試著試著看看能不能不開技能把他帶走 但是這樣子會很刺激喔 對因為他打你的話是一萬一千多 一萬一千八百 然後CD42 變成說不要說一萬一千八百CDOK 其實你在兩秒轉錯的情況下 CD2打一萬一是非常有壓力的 因為一方面你要補到新珠 你要拉高combo 你補血量才會多 然後另一方面你要小暗珠 才能對他造成傷害 好然後這一回看到說他的血量其實已經很少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新珠 因為新珠的位置太散了 所以也沒辦法削到新珠 然後可以看到說 他這個版面 我決定這個版面 我不削新珠了 我直接削暗珠把它帶走 也是一種方式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新珠的距離 位置真的很不好的話 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一燈死掉它是兩條血 死掉第二條血量是我們的心浮石鎖定 什麼是心浮石鎖定呢 你可以看到說待會被打之後 我的心浮石會被變了一個顏色 算是被鎖定 然後被鎖定的心浮石 如果你這一回合沒有消除的話 王的一燈就會回血 你可以看到說我有六顆心浮石 剛好被鎖定 所以我一定要消到這六顆 如果我沒有消到的話 王會反過來回血 打到後面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王血量都沒有在減少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新珠一定要消乾淨才可以 可是反過來講大家知道嗎 其實有些地獄級 甚至之後比較難的關卡 其實可以再利用這一個地方洗技能 所以如果你剩兩顆心浮石有一種方式 就是你開我們的巴風特把新珠轉掉 轉成暗珠 或者是開主角轉上去 反正不管怎樣 你新珠就是要轉掉就對了 第一種關是我們的浮石凍結 它會凍結你場上三顆浮石 三顆其實很多喔 你凍結三顆 如果你這一回合那三顆沒有消掉的話 它下一回合會被凍結 然後大家知道被凍結的浮石 是三回合內不能消除 所以變成說你有三顆三回合 然後你不要以為這樣就沒事了 那下次它三顆會持續存在 然後等到它打你之後就是六顆 再來九顆 所以變成說如果遇到這種怪 你就是要先以消那個被凍結的浮石為主 如果你不消的話 那種東西存留在場上越多 其實對自己是越不利的 一方面你轉租不能被消除 然後轉租路徑啊版面 你會整個被混亂 然後王冠的話其實技能也是非常的新鮮 就是我們的移動路徑問號珠 就是你在移動的話 你剩下你就是後面的珠子都會變成問號珠 那其實在玩的話也其實蠻好玩的 大家有沒有記得當初在玩貪食蛇 就是這種感覺 對那變化可是王有個重點 他是CD1打1萬 所以算是壓力還蠻大的 那這邊的話就看玩家怎麼轉珠 基本上這個地方可以開打 其實王的技能他沒有說到很刁鑽 他只是算是一個趣味 其實你轉的時候會變問號珠 基本上王只是一個CD1打1萬的Boss而已 對那這邊剛好就是利用算了一點血量 壓了血然後這邊開了打擊 那開了打擊最後我就想說 用了很久沒用的疊珠 因為其實就疊珠很久沒用 因為其實現在打擊他是 因為大家知道嗎 打擊他這個技能是以 你當下首回合消除的符石越多 他的倍率會越高 所以其實跟疊珠這種需要到第二回合才消 第三輪才消那種其實打擊的倍率就顯現不出來 所以這邊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開始比較少人用疊珠的方式來拍打擊 不過沒關係反正就無聊玩一下嘛 好那再來開完之後就接下來開我們的龍客 那龍客的話我一樣是用菱形的龍客 那龍客的話其實大家注意其實龍客有一點小技巧 就是你再轉的話盡量以強化符石去消或五顆 你五顆的話克屬會被消 你強化的話是該屬性全部都會被消到 分數會比較高 對就是這就是理想玩家介於是八千到一萬都是最理想的分數 當然你有辦法一萬以上當然是最好啦 這邊也順利的把王打死 然後又掉卡片 那今天就先謝謝大家收看囉 拜拜 我們來拍到我們 我們也安排一下 我們一起拍到我們 我們在這個位置跟我們拍到我們 我們就想不知的 我們會讓我們拍到我們 我們拍到我們 我們為我們拍到我們的日本人 不知的 Skyrim 我們會呈出我們 何も変わらない 今を変えるのは 戦う覚悟だ 屍鞋に踏み越えて 進む石よ 笑う豚よ 家畜の安寧 虚偽の葉へ 秀せるガロの自由を 囚われてく 辞職の反撃の格子だ 手を引きのその彼方 獲物をお風呂 ほとばしる衝動に その身を焼きながら 黄昏に日を浮かつ 自然の弓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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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好了 Hanna さん終於真的發瘋了 我們還是離她遠一點好了 拜拜 不要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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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教室 很多觀眾朋友們喜歡的 寫來罵你嗎 沒有 沒有 他們寫 Hanna さん日本カラーケ最高 楽しい 繼續做這樣子 怎麼可能 記上次的膜筆子 我每天做噩夢 摸到今天 想念我嗎 兩位像是夢中情人啦 夢中情人 不要害怕啦 你罵誰的啊你 所以不不 不 所以今天你要幹嘛 今天是新劇の狂進的歌曲 你們大家很喜歡這個歌曲 近你的巨人的主題曲 對 太難 太難 還好啦 就是快有儀咧 我覺得觀眾可能比較想要知道 這個卡拉OK的軟體 所以在這邊我要推薦給大家一下 就是這個軟體呢 其實是在PS4上面點 PS4上的Joy Sound 而且呢 但是只有日本地區的PSN帳號 才可以使用 是的 所以今天要教我們這一首 對啊 那既然介紹完了 我們這堂課也就下課囉 Bye 很理想玩耶 要試試看喔 Oh my God 今天當然有懲罰的 你們如果唱得不好的話 因為有懲罰 要幹嘛 還有不要說 就這樣是不是 是 那個漫畫裡面卡通裡面的檔次 我先找你 這邊 跳著腳啊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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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意思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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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家 就是Hunter的意思 獵人 我喜歡 這是日本語 我們練習一下嗎 我們練習一下嗎 練習什麼啊 跟你 浪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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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南馬是名字嗎 南馬 他人不知道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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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的麥克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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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唱耶 沒有 我在這邊啊 你沒有唱耶 對啊 我這邊 我從頭啊 Let's go 你把這個當啊 OK 嘿 你的麥克風啊 他很可愛 太難了 我覺得太好聽了 哪裡有 我也覺得 老師你不要那麼過分 所以今天的 他剛剛明明 剛剛就是在那邊懷我 三種不好的輪式 One row and sun 恭喜你 不是 老師這樣不公平耶 我跟他是不是唱得比較好 對 平手 老師 因為我們要討論一下 因為我們平手 所以要處罰的是你 為什麼我 因為你不公平啊 什麼不公平 對啊 我基本的不公平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為什麼我要喝這個 這這這這這 一瓢而已老師 對啊 這個對你勝利喔 這個我贊耶 沒有誰耶 有啦 老師你現在就知道 以後不可以亂評分喔 老師其實因為我說真的 我們節目秉持公平公正公開 你這樣睜眼說笑話 觀眾怎麼會幸福呢 我本來覺得你要輸就老師 要不要讓我贏 我會覺得其實很奇怪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處罰他 せーの 喝水 怎麼 怎麼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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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你身體很好 相信我 我們是為了你好 好不好 好了 今天日文教室就到這邊啦 再次謝謝老師 今天帶來這麼精采的日文教室啦 我們來先休息一下 等我們來囉 Integration 歡迎回到新店玩快打 是的 接下來我們要 歐樂圓 怎麼樣 你在幹嘛 我在玩遊戲不要吵 你在露營 puta 我在 capability 我現在要介紹了這款遊戲 所以我在玩 喔OKOK 所以你先撐一下 我現在玩 什麼遊戲狼 好啦 這款遊戲叫波可隆迷宮 我小妹我真的是 不管是上通告的空檔 或者是拍戲在等待的時間 我還會上網爬文 我整個全部都要玩這個遊戲 而且他要蒐集個數的套裝 你看是不是很厲害 有有 製作單位有沒有抱怨過 其實你找廠長他們討論 然後他們很好奇說 你哪來那麼多時間 可以等到50等 可是真的蠻花很多時間在裡面的 你們有聽過一句話嗎 時間是擠出來了 真的假的 聽說之後還會推出這個共鬥的任務 讓大家一起推打BOSS好不好 好 我直接來玩 你要去蒐集各個屬性的套裝 然後來打那個拐 所以我現在來示範14之5 冷血的墓地女王 可是我要跟大家先看一下我的裝備 我現在是用綠色屬性 然後你看我的那個拐杖 已經到最頂級了 好 我決定了 我的好朋友 我選蛇姬 我選蛇姬 怎麼玩 就是同一個方塊你要去消啊 是不是 我拿到四顆星的拐杖 有沒有 有沒有很快 而且旁邊會有你的剩餘的步數 就是如果你剩餘的步數已經變零了 然後你剛我家的好友就會來幫你 所以可以走斜的就對了 斜的也算 斜的也算啊 就是四面八方都算啊 有 有沒有 一切就死了 你看下面那些發亮的代表我現在已經就是 集滿 所以我等一下就可以放大絕 可是大絕當然要用在最後一刻 對 消除不同顏色就用不同屬性的攻擊 對 就是所以我剛剛選隊友 我剛剛選綠色 就是木 這怪很難打 就是你消什麼顏色 你下面卡牌 就是什麼顏色的怪物就會來幫你 喔 可是前提是你也要在那個怪物旁邊 更不會痛 就靠你了 OMG 你會 所以其實好朋友很重要 對 你看 就是如果靠近怪物旁邊 我的那個卡牌就會出來幫我 好 你有沒有走到下面去 因為我現在血還夠啊 你不用補那麼多 他等一下會大生氣 他就會出他的大絕招 好了我要贏了 你看我剩三步 然後你要靠收集很多素材啊 然後來強化你的裝備 他最注重的呢 其實是手抽跟戰友 所以呢如果你的手抽沒有拿到五顆新的卡 你就不要玩 你就把它刪掉再重裝 因為呢這個遊戲非常注重好的戰友 記住一定要好好的戰友 好好的戰友 好好的戰友 因為呢如果你的卡不好啊 別人就不會加你當朋友 喔 所以手抽特別注意好不好 手抽非常重要 對 好的來看看這個禮拜的新遊戲介紹囉 歡迎回到新電王快達 你有事嗎 王樂妮你知道嗎 這種5G的活動開播到現在啊 越來越多人不惜出賣自己的朋友 出賣自己的姐妹 有人甚至自己來報名 你知道嗎 那不是很好嗎 代表我們這個活動受到大家關注啊 就是太成功了 所以啊 那你還在難過什麼啊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呢現在我們播出之後呢很成功 所以造成另外一波的報名潮 就很多想要報名 但是 我們報名日期呢 在15號就已經截止了 所以真的很可惜啊 哇 那怎麼辦 那想要報名的妹妹不是很難過 我跟你講 我在這邊強烈建議我們製作單位 趕快立馬招募二軍 或是三軍 然後這樣一直下去做 我們來組一個電玩48G怎麼樣 Oh my God 這樣我被很多妹子圍繞 你像個妹啊你 什麼 自己在那幻想最厲害 快點來告訴大家啊 這次出外景的心得 我只能跟你講啊 其實現在這些參賽者呢 不管是素質啊還是才藝啊 各方面都在向上比我高 我是啦 他們素質都是往上比我高 我真的覺得非常有正點 而且呢 裡面還有一兩個明星臉 我真的覺得太棒 你在滿腦子 真的在想什麼啊你 我希望我們節目更加豐富OK OK 是 所以呢 希望大家 但是說實在 雖然說大家報名參加 但是這比賽是殘酷的 有人入圍就必須有人被淘汰 所以大家努力囉好嗎 那是當然的囉 但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要知道 入圍者是誰 是的 馬上來看看 本週電玩舞姬校園淘汰賽 電玩舞姬校園淘汰賽 上週來到台北地下街 與現場民眾同樂 身著女巫裝的MOMON 神似少廷的小金 兩人皆成功得到投票大隊的支持 順利晉級 而今天 又將由哪兩位妹妹能加入他們呢 我們馬上來看就知道囉 電玩舞姬校園淘汰賽 歡迎來到我們房屋上 今天要選誰啊 選我 電玩舞姬的校園淘汰賽 這次來到位於大岸區的東方工商 參賽的妹妹們 將要卯足全力 來獲得現場同學們的支持 到底會有哪兩位參賽者 能夠順利入圍呢 校園5G淘汰賽Round 4 現在正式開始 好的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 1號參賽者卡卡 各位同學今天要張大眼睛喔 因為今天你們的票非常重要 你們要爭取他們把票投給你 好不好 卡卡 所以先跟大家熱情的打招呼一下 好不好 好 哈囉大家好我叫卡卡 那你今天要帶來什麼樣的表演 舞蹈 舞蹈嗎 各位同學張大眼睛喔 舞蹈馬上就來囉 好馬上 請開始 舞蹈馬上好 舞蹈馬上 掌聲鼓勵 剛剛看的最專心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這位同學 這同學你剛剛從頭到尾目不轉睛 同學怎麼稱呼 我是觀光科科主任 我就知道他是主任 主任 剛剛這樣看你覺得他表現怎麼樣 跳得非常的好 有讓你想起什麼樣的畫面或是說 什麼樣的人在你的生命當中 讓我想起初戀的感覺 你的初戀這麼重口味喔 剛剛各位還有一位同學看的非常認真 我們來找他一下 他從頭到尾這樣投給我聲這樣 他嘴巴沒有合起來過 怎麼樣喜歡嗎 滿喜歡的 滿喜歡 自己喜歡的女生的類型是哪一種 就是他那一種 為什麼你會想要來爭選這個電玩武器 因為你已經是啦啦隊了 因為我非常喜歡玩遊戲 尤其是英雄聯盟 對 有打LOW的同學舉手看一下好不好 這些同學都是有在玩遊戲的 也有女生 對不對 加油好不好 謝謝卡卡謝謝 接下來我們的二號是Abi 歡迎 Abi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我是Abi Abi自己本身也是有喜歡玩遊戲嗎 對 因為我除了玩遊戲之外 然後我之前有接一些像是電玩展 或是遊戲的展覽之類的 就是對遊戲都有一些了解 或是手遊 好所以妳今天要帶來什麼樣的表演 今天我還有帶舞伴來 然後就是盡量表現出她是一個舞蹈 好各位同學給她一些掌聲好不好 非常努力 把時間交給妳囉Abi 歡迎Abi的表演 來吧 好 憑慑 還是不信 tel,歸著一句 就遇見它們了 我裝理身體放了看自己 我裝擔心 我裝不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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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塞的淚線終於疼了 一定知道我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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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愛你多不閒 多瘋瘋的笑點溫斷 我的心我 點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火火火 好 掌聲EVER 接下來我們歡迎三號妞妞 大家好 我是妞妞 今年20歲就讀台北大學社工系 今天為什麼要來報名電玩舞機 因為我也有在打囉 然後他說只要可以有玩遊戲 就可以來報名 好 各位掌聲歡迎 我們妞妞帶來的歌曲 謝謝 還記得那場音樂會的煙火 還記得那個亮亮的深秋 還記得暈潮把你推向了我 那熱圓擁擠的真實時候 一個例外堅持不睡的等候 也一起搞定全奢侈的享受 有了一隻熱情裡也真的困惑 你等於你的微笑緩化成風 給你我的手 像溫柔野獸 倒著你只要走 眼灯前走 我們小手拉大手 今天加油 像昨天會揮揮手 今天表現不夠好 還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謝謝 到最後一刻 講著話拿著麥克風 都還在發抖的女孩 希望她今天會有非常好的成績 好不好 最後一位呢 歡迎我們參賽者 姿佑 姿佑 歡迎 姿佑妳是師大的 對 什麼系可以跟大家講嗎 嗯 我現在就讀於工業教育學系 所以呢 也就是我未來有可能會是你們的老師 而且如果不投給我 如果未來我當了你們的老師 可能我會當掉你們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呵呵 好 不錯 穿得很可愛 那種威脅的口吻有沒有 等你當老師的時候 嘿嘿 我們早就畢業了 OK 嘿嘿嘿嘿 好 沒有關係 今天呢要帶來什麼樣的表演 我今天要帶來的是一段 比較有趣的歌舞 然後因為現場就是沒有耳麥 所以我就變成說 第一段唱第二段跳這樣 好 那就時間交給你囉 歡迎姿佑 我好就像一顆種植 終於長出了故事 今天是個偉大的詞 在下星星送給你 轉下月亮送給你 把太陽每天為你升起 你也是我的小人小蘋果 就像夜別再美的雲朵 春節又來到六花 台湾山火 不想提望 都會收穫 嘿 好的 我們要請所有同學 請幫我們起立好嗎 現在是最終的投票時間了 我們現場呢 大概有七十幾位的評審 那我們這個一個一個出來 然後站到你自己喜歡的 這個 這一位選手前面 好嗎 我們就從 這邊 來 默默的請出來 然後站到他的後面去 你知道他為什麼會選你嗎 你以為余光沒喵到山 他在隔壁嗎 不好意思 居然沒有耍你耍成功 你居然得到我們今天的第一票 怎麼樣 什麼樣感覺 所以希望後面也都跟著他 排這邊就對了 這邊 我剛剛其實私底下訪問 沒有半個人投給你耶 好啦 騙你的 騙你的 你要哭了是不是 騙你的 騙你的 真的騙你的 你騙很多 你不要哭 你冷靜 我開玩笑了 啊 深呼吸 深呼吸 啊 乖停 好 所以你覺得會不會緊張 會 你真的太緊張 我在開玩笑 很多人 很多人喜歡你好不好 今天太緊張不夠好 希望大家支持 好 你眼睛比較泛淚 你這樣大家會覺得我很壞 好不好 不會 不會 我太脆弱 如果沒有人投你 我的一票投給你 我的一票代表八十票 你知道嗎 好啦 沒有啦 希望你好好有成績 好 接下來請第三位 請繼續陸陸續續出來 來 唉唷 海唷 得到我們晉級計劃的 是我們的卡卡以及妞妞 謝謝大家 恭喜兩位 經過了一番激戰 卡卡獲得四十二名同學的支持 壓倒心勝出 因表現不好 自責落淚的妞妞 也得到十九位同學的同情 與肯定挺進入圍 下週電玩5G淘汰賽最終戰 將來到西門町決議死戰 最後兩名入圍者 會講落誰家呢 答案即將揭曉 時間真的過得非常地快速 電玩5G到現在呢 已經播出第四週了 現在總共有八位入圍者 沒有錯 其實到下禮拜呢 就播出了我們這個最後一次啊 所以呢 決定了之後 十位入選者就會出爐囉 那後面要做些什麼呢 我幫他們設計了 第二階段一系列的課程 要幹嘛 要受受訓啊 然後通過一下考驗啊 其中一項呢 就是討主持人歡心 就譬如說要幫我捏捏腳啦 然後去我家幫我打掃啦 還要去家裡 然後朋友打電動啦 然後朋友說幫你跑跑腿買咖啡啦 幫你每天都虐待你的助女Zera 我覺得她很可憐 你亂講 我跟她明明就很好好不好 是不是 你看 Zera 她現在蹲在旁邊 她就不敢坐椅子 你後面就跟她很少在那邊污蔑我喔 拜託 你開了這個課才是幫庸訓練課咧 還電玩舞機 你是不是有點搞錯重點啦 不是 我想說其實 陪主持人打電動 那給大家看 其實蠻好的啊 到時候還可以一起主持 然後一起開實況是不是 開直播 唉唷 請之後再把它記下來 我覺得這個訓練課程不錯 有一句話叫做 有夢最美 所以你慢慢去做夢 你想的美咧 我們新段快達 下週見啦